好,幸好剛剛那個不是內湖的蔡先生 好,我是戈籃尾計畫的林先生 那我們今天來報告 我們在罷免第三階段 我們會需要的內容 我們在之前的時候 戈籃尾計畫是在 從今年四月的時候當誕生 當時也是因為318學運的關係 所以說當時一群網友在想說 還有哪些方式可以來解決國會裡面的亂想 於是進一步的 今天這個網站就出現了 然後這個網站就是我們讓民眾可以來投票 來選擇說他們覺得心中的爛利尾有哪些 也很快的蔡正元、林洪篪和吳醫生 就榮登了排行榜的前三名 於是在5月5號的時候 我們進一步展開了動刀行動 對他們開始來推動罷免權 當然他們也一定沒有想到說 台灣很難實踐的罷免權 沒想到我們在9月底的時候 通過了罷免的第一階段 但在這邊的話我們會遇到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第二階段有30天的時間限制 這真的是很難的 這也是台灣之所以到現在 很難進到第三階段 然後也沒有人被罷免成功的原因 所以在這個時候 8月底的時候 當時我們來到了G01這裡 在這邊介紹了一個戈蘭偉的B計劃 當時就做一個 萬人同時上線 在史詩般的RPG計劃 2014年發免的B計劃 當然我後來覺得這名字應該要改一下 應該要說蔡正元在你背後 非常漂亮 因為在那一天 我們透過這樣的系統 我們平常很難接觸到很多人 也很難接觸到很多志風 可是透過這樣的一個系統 同時願意幫忙的人 大家直接在這邊分領域 來報名報索要去哪個投開票所這樣子 然後現在的時候 進一步的 我們在這禮拜一 也就是五天前 六萬份發免的輸出 我們送到了台北市巡頭會 這邊靠的是非常G01的夥伴的榜貌 不過戰爭還沒結束 像是蔡正元之前的神隱 現在就站出來 重新規劃一個新的形象 像是說他的愛妻的好青年的 然後他之前的那些都是別人害的 而且戰鬥還沒結束 像林洪池、吳俞生、藍尾第二名的部分 直到下禮拜六 所以說在右邊那張圖 是今天早上的部分 就是我們整個新北市都是我 都是我的罷免連續戰 接下來我們要推出的是 戈藍尾的W計劃 這邊大陸計劃的原因是因為 罷免第三階段 我們可以勝利 是一個B 罷免法下修 我們也希望是勝利 也是一個B 兩個B合起來就是大V 這邊想做什麼 第一個是希望讓整個台灣 都是我的罷免的連續戰 在這邊的話 我們最重要的重點是 到罷免第三階段 我們不希望只是台北市的事情 我們不希望只是港湖區的事情 我們希望是可以透過網路的力量 讓全民都可以參與 那這邊參與的話 的方式是說 他們就算沒有辦法投下真正的罷免票 但我們也希望說他可以在線上投下說 第一個想說他想不想罷免誰 這可能只是爽而已 不過第二個重點就是希望說 他們可以投下說 我支持罷免連續下修這樣子 那我相信透過這個網站 募集到了很多人的罷免連續下修 就罷免下修的連續之後的話 這一定會成為是 我們2015年在罷免第三階段的 網路上一定可以炒出一波熱潮 而且這也是我們對立委施壓的好工具 這是我們第一個想做的 第二個想做的是說 我們也希望說整個國會 都是我們的罷免連續戰 這個東西叫做立委表態牆 我希望說透過這樣的方式 然後再來說 當然所有的立委可以來表態 那這邊因為有PM5L1和刷ID的 他們已經有先幫忙挖坑了 所以說這邊已經有一些東西 我們可以繼續做 那在接下來之後 還想做個罷免的民調中心 因為就是之前都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想做的原因 就只是因為很好玩這樣子 那最後還有一個不知道可不可以做的 所以這就是 等一下在分組的時候 對啊 大家可以過來親一看 因為這邊我們就真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做 所以想再研究看看 好 所以想跟大家說 讓我們一起玩吧 我們想要徵求很多很多人 歡迎一起加入 格萊姆大福激發 謝謝大家